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 Best Match 不專業開箱 今次開箱的雷雷相信大家提及這個紙盒都知道 就是 Golden Hat 所推出的《害羞的他墮入愛河 水情華實》 話說 Golden Hat 這個品牌我在玩具情報裡經常提及 今次終於有機會開箱它的 PVC 不知道它的質素又是怎樣? 這隻水情華實早在去年12月尾就已經派貨了 不過都是因為當時太忙所以拖到現在才開箱 公仔的圓畫繪圖真的蠻漂亮 開箱後裏面就會有一張卡仔給你 卡仔的正面就是公仔的圓畫 在背面亦會有一個獨家代碼可以讓你進入專屬的網站 可以收聽到這位女女的聲優組件沙漬的錄音 裡面的吸索盤只有一層 只有公仔本體和台座 隨時之外就甚麼都沒有 台座是水藍漸變式的設計 帶出在沙灘的感覺 這個台座都頗厚和重 大家玩的時候真的要小心 另外上面是沒有任何裝位或粒位 所以不能固定這隻公仔 這隻公仔就直接放上去就完成了 而公仔本體的劉海是可以拆下來替換面上的 但替換面上你要買ARMYARMY的特典版才會有 但由於我這個不是 所以這個設計對我來說就沒甚麼用 講完台座和公仔的替換之後 我們就來詳細看看這隻公仔 公仔的面上就OK的 面型和嘴都做得不錯 頭髮的紋理也是有做到的 不過摸上去的質感可以做得順滑一點就更好 手指甲也有做到出來 繼續看下去可以看到公仔的頸多了一個小黑點 這裏就有少少瑕疵 鎖骨也有做到出來 公仔穿著泳衣 這裏都可以見到他的北半球 正面看的話都可以見到他的胸型和事業線 不過可惜的就是無得脫 在旁邊這裏也都可以見到質疑的紋理形狀 公仔左手就是帶著這個髮帶 一樣都有做到手指甲出來 至於背面他都是沒有胸膚 雖然正面看就會被頭髮遮住 但如果低炒的話都可以見到他的背肌紋理是有做到出來的 屁股這裏都露了一大半出來,挺性感 之後腹部雖然都有做到一些線條紋理 但要近一點才會見到 肚臍也是正常,沒有什麼大問題 泳褲這裏也有做到一些接行紋理出來 算是挺細心 這對長腿也是不錯的 兩隻腳屈室接合的陰影塗裝都是正常水準 腳指甲也是有做到常識的 將公仔反轉躺下的話都可以見到 公仔底褲的紋理還是有做到的 這些細節位也算是有做到觸眼 這隻公仔大致上就是這樣 玩完之後我覺得質素就是二線頭左右的水準 頭髮的質感可以做得再好一點 鎖骨、胸部、腹部線條這些地方都可以再做突出一些 因為這些地方真的要近一點才會見到它的紋理線條 所以如果可以加強這些地方的造工就更完美了 這隻公仔整體給我的氣質感覺是不錯的 挺適合我眼圓 不過最可惜就是無得脫 而且它又沒有任何配件提供給你 變了沒有任何外觀變化 也挺可惜的 台座也沒有辦法固定這隻公仔 所以你玩的時候也要特別小心 價錢方面我自己是$1474港幣 訂價入手 老實說CP值真的不是很高 除非早見30隻的錄音對你來說是真的有很大的吸引力 如果不是單純以這隻雷雷PVC實物質素和內容來計 就真的不是那麼值1400港幣 公仔當中都有不少地方是可以做得更加好 只可以說這間品牌還有很多進步空間 期望這間品牌之後的雷雷造工可以更進一步 今次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特別要多謝大力支持我的Channel會員 喜歡這條影片也不妨訂閱、Like和Share這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訂閱、訂閱、Twitter、C$1477 該透視鑼還是Animagi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李宗盛